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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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东京木客区 P&B咖啡店 店内的装修、傢俬 傢俬除了有典型的日本设计之外 也很明显有一种北欧气色 原来这間咖啡店是由一位西人开的 我的名字是Peter Poole 我从德国出身的主义 我认为主义 和日常的主义咖啡店 在東京 我们使用的工具 是由日本社会 非常吸引 在美国的设计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在美国的设计 在2013年 Peter毕业之后 去了不同地方旅行 其中第一站就是日本 回到丹麥之后 他觉得要尝试一下去其他地方生活 而不是单单去旅行观光 所以就决定离开家乡 去到东京定居 就开了 P&B咖啡店 然后在旅行 在旅行的旅行 在旅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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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坐在这间咖啡店的时候 会觉得 跟其他咖啡店不一样 因为它的桌子很简结干净 原来它是没有意识咖啡机的 因为老板正是买手冲咖啡 因为老板正是买手冲咖啡 但它没有关系 我认为 我认为 咖啡店比较容易 展示工夫 为了可以令客人 清楚见到他冲煮咖啡的过程 Peter刻意将磨豆机 正面面向客人 可以看着他磨豆 落粉 注水 在每个客人面前 可以呈现整个冲煮过程 Peter认为 相比起用意识咖啡机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跟客人交流 令他们更有兴趣 主动了解咖啡 我希望客人可以看到 如何我们做的 可以让我们做的 更多的机会 可以说得到 Peter的咖啡店 除了会买手冲咖啡之外 还有两款自制的家乡甜品 分别是肉桂丸 和柠檬蛋糕 我们问到Peter 会不会挂着丹麦的家 他就这么说 所以在这一家伙子里 是在我的父母的家庭 背面面前 我们有一个 fullsize 黑肌庭 然后 每天天使我们开封开 我妈妈 带来它 做成像 你很像 对家庭 我认为 Yes 全新Facebook旅遊專頁正式啟航 出發啦 航線兵布全世界 緊貼最新旅遊資訊 歡迎你加入紙巷旅行專頁 祝各下旅途愉快